地产霸权 欢迎大家身为地产霸权好 宋汉山 明天就是假期 回到今天的工 明天就是我们香港人期待已久 有人期待会不会有些免费的东西 记得当时还可以有免费游泳 免费打羽毛球 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些人觉得明天7月1日 就是他们表达诉求的时间 今年就很特别 嫌嫌下日之下 大家本身未必很喜欢上街 特别是昨天大家下雨 下雨得很夸张 我都忍费了 但没办法 有位人士出来不断陪伙 有个替补机制 但我们私事社会一向不多说政治 那你先想想有些什么可以跟你说呢 就是你刚刚有个小朋友 是 其实香港教育是否可以呢 我们有位朋友李少夫 因为他的小朋友 就要离开美国 不是 对不起 离开香港去美国 那你个人感觉如何 香港的教育 你是否信任 我想这个问题 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信不信任 而是其实很多香港的官员等等的人士 都已经很明显地投了不信任一票 对香港的教育 这个是这么多年来都很明显的 都毫不掩飾的 或者是每个人都送子女去 要么是国际学校 要么是出外读书 所以政府推出的学校 很明显就是大家避得就避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越清楚又是规则的人 就越想走 其实我想 没有什么人不清楚 香港教育的局面 基本上 不过看看你能不能走到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是 但如果有得让你走 你能不能走 这一件事是个重点 是 我想 很多人 很多人对香港自己的 政府搞教育 是 是 那么不信任 我 creo 其实一个原因就是 就是那个田鸭式 这个都很举行文明 我们的田鸭式教育 这个是一个由大学收生 因为大学收生 已经是主宰了 那个主宠 主宰了 基本上是 下面中学是会怎样的课程 因为要走那个 當然也有回考那些全部政府已經制定 基本上是定好所有課程 然後就迫大家讀 變成在政府角度來講 空明區是假設學校全部都是一樣的 僅僅一律的 都是卑鄙工的 好像工廠那樣 可以從甚麼反應呢 可以從派位 派位很傻的 我送我兒女去哪裏讀書 和我住有甚麼關係呢 政府的所謂理由就是 我不想你走那麼遠 但假設每間學校既然都是一樣的話 不如去最近那間 我幫你選擇 但很明顯這跟家長的想法不同 我住在哪裏 我如果覺得那間學校對我兒女好些 我就想去那裏 這些種種的東西都是因為 政府加了很多很奇怪的枷鎖 在整個教育制度上 由考試 課程 公開試 大學招生 課程 甚至 簡單如派位 搞豬 都要控制一頓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政府經營這麽重要的東西的時候 搞一個禍 連自己都不敢用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 回想過去 香港本身的A級制度由來 其實據我所看的資料就是 其實A級制度的誕生就是香港大學本身的入學史 其實每個讀書的人都很希望 我們可以由這個小學讀到中學 中學就讀到上大學 如果可能中學讀完之後上了大學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不滿意的 那是因為那時候可以直接地取一個A級制度 就變成中學的教學課程 其實這件事看起來都比較無可避免的 其實你覺得怎樣呢 是否可以避免的 我想香港 第一就是大學招生那裏 其實連那個系統都很奇怪 因為你要去遊戲那個系統 因為你填哪個第一 第二 第三 又要自己讀一下 絕對不是填你真正的志願 是有計劃的 是有計劃的 是否一定要這樣呢 其實這件事也不是很必須的 大學可不可以自己有修生的決定呢 可不可以 而不需要組合一堆 然後按個優勢讓你去遊戲 如果你逐間大學這樣去報 那一間大學覺得收理 不收理不收理不收理 你可能收到兩個提供 收到四個提供 好像現在一定要逼一間學 只給一個提供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這樣想 就是當你倘若不是一個 中心的系統的時候 有可能也會引起很多很多混亂 就是有些人是可以 可以拿一個提供 或者他可以收到兩個提供 例如我提供到200 或者甚至去到220 因為我預計了有些人可能會退出 即是他們可能選擇不讀 但是倘若他真的讀的話 從200到220都可以承受到的 雖然未必是最理想 但問題是可能這樣也會做到 倘若如果你不是一個 中心的系統 變相可能會說 OK 那有些人更加不容易去讀 因為可能有些人 其實他第一次的提供 他希望收到的是醫療 但問題是 因為他自己本身在學術方面 也有很高的成功 他也嘗試去讀法 如果他沒有被人承受 他還可以去讀法 很多人說讀法是否一個好的出路 我們不探討 這個是例子 但是這個系統的系統 某些程度上可能也是一個好事 我想香港教育平 總括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 選擇權就不在家長上 政府說每個人都要這樣的學校 要這樣的課程 譬如他很千篇一律 絕對是他當你每一個年輕人 都一定會這樣教 每一個年輕人就正確讀這些 就用這樣的課程 然後變成家長就沒有選擇 選擇學校就沒有選擇 譬如我覺得兒子可能原來 對電腦特別有農業興趣 他沒有一些學校 即不是很容許學校有不同的自己長處 即是變成很多這些 就是由那個派位到甚麼 全部都是一個選擇權 就是很明顯是整件事 方便政府去運行這麼龐大的一個 系統 系統 而方便他們去運行 不是以家長為子女著想的利益出發 我想這也是很… 就是做了很多問題 造成很多的問題 令到全香港基本上都不是很… 就是全部都大家盡量都是可以 走得掉就走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 其實整體系統的系統其實在一個行政上很方便 但是你認為是值得分析的 是嗎 即是我想譬如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 即是我意思的分析就是為了… 即是為了各位學生的前途 你應該讓更加多的色彩 譬如舉個例子 吃餐廳 其實吃東西很明顯 民生很重要的一部份 假設政府失間無神 說我想搞餐廳 全港津貼餐廳 官納餐廳 可想而知是基本上是會很PK的 走出來 即是星期一就個個都是吃這件事 星期二就個個吃這件事 星期三個個吃這件事 千篇一律 跟著是 其實你不會期望 政府可以運動一個官立餐廳網 是會運動得好 過現在 甚至我不會覺得得更加快一點 一點都不會比現在 同樣道理 即是你運動學校的事情是這麼重要的 你叫政府運動到這樣的樣子 我覺得其實你都很難罵他 因為你叫他運動是差不多的 你有沒有很難想像是百花齊放 很難想像是 很多競爭下會提升一些什麼水平 或者是會隨著時代的轉變 而作出很快的反應 這全部都不可能是 在一個官辦這麼大型的行動中 會見得到 我覺得 我相信 坦若有一群人曾經在 三十年前曾經在 中國大學生活過的話 對這番說話就很有體會 因為當時是大鑊飯的年代 大家很明顯就不會 可以讓你出街選擇吃肉醬衣粉 或者是熟米斑腩 或是牛飯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菜式 當時看回那些相片 真的是一大隻鑊炒出來 就是這樣 我相信 你說我是賠償的 因為 其實我都相信 社會上應該更多元化 其實政府是很差的 當他搞一些東西 他永遠都純粹是一個統一 我想我最大的疑問就是 搞了這麼多年 都已經證實了不成功 為何要繼續攬著去試 即是攬著去試 究竟我們試到何時 被政府運行教育 已經是徹底 已經很明顯地不成功了 已經是完全不成功了 即是不只是香港的 公共的教育不成功了 是全世界大部份國家都不成功了 香港其實是很有趣的 在政府運行的系統來說 但這是根深蒂固 就是你叫官僚去運行這些東西 就一定會很極有的譜 好 這一節的時間暫時到這裡 我們待會再探討其他的問題 多謝大家 再見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地產霸權好了 何文傑剛剛就來到 繼續我們100個71上街的理由的2.0 我們剛剛有講一下教育 講一下講一下已經是第93個 其實雖然上學生本身就應該不上街了 上 不開心 你真的想的 不開心 我想要跟我們10出動力的黃蟲團隊 大家看不看到這件黃蟲 給它一個封鎖 是源自飛龍標誌的 飛龍就變成了一條黃蟲 但問題是飛龍不是向右飛 這隻黃蟲是向左飛 向左飛就在沉食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黃蟲的三大旗幟是 其中三大是反發展 反發展 反對政府山又說要保育 政府總部這些沒有建築保留價值的建築物 又說要保留這些反發展的文化 最低工資我們在節目中也講過了無數次 這種是倡議中要害最弱勢的人的制度 讓小孩子找不到工作 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 青年失業率二十年 強迫金 這是所有打工仔的社員庫 糾折出糧 現在還在演變成為全民 這麼大鑊 還在變成全民退保 那就變成了大鑊飯 大家做黃蟲 要年輕人下一代背著債 好像歐美希臘 最低寫全民大鑊飯 好像三四五個字 太多了 即是黃蟲的身體 承載不了它的變化 所以我們要反正棍 明天我們有五千支反正棍牌 河美希臘 今天是第一次做模特 沒錯 有三百件 好似你未講過反發展 不如講一下反發展 反發展也是理由 反發展我們前幾天去過政府總部 用我們蝗蟲車 我們有幾架蝗蝗播音車 包裝成蝗蟲 周圍播音 表達我們的觀點 呼籲大家七日上街 跟我們107動力團隊 穿橙色衣服就反正棍 其實也挺搶眼 在辦公室十幾樓 因為是黃蟲號 因為我們經常說黃蟲文化 就是最害香港是甚麼呢 害了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說民望最新低 新低的原因是因為 整個政府都是被 民望更低的立法會騎劫了 民望更低的立法會 依然是怎麼騎劫的呢 民望更低的立法會裏面的 一些我們稱為政棍的人 騎劫了整個立法會 所以沉默的大多數香港人 就不要再默默地等待 忍受 不要再鍛鍊你的忍耐和等待 忍夠了 即是你訂了那麼多的 無謂法例 做一些那麼愚蠢的事情 反發展 反對一些很基本香港 賴以成功的一些要素 但我們大部份香港人 可能就默默這件事 直至我們見到 好像最低工資殺到埋身 這些問題見到你 我們就才知道 其實我有事想問 不好意思打算你一會 剛才你說的政府山 具體的說明一下行不行 政府山其實是在中區 現時政府總部一帶 包括政府總部東西翼 附近有一些真是古舊的 譬如中審法院的建築物 整組建築物 大家知道天馬嵐快落城 政府總部就會遷移過去 遷移之後 這幾座建築物究竟是應該用來拍賣 另外所謂的保育 就是有一些政棍在說 要我們不要賣 那些很寶貴的商業用地 我就很懷疑 我不知道蘇岸生怎麼看 我就很懷疑是不是 商業策略 要打擊你的競爭對手 那些網站對手 當然是直接打擊他們 現在這些說要保育 那些是WhatsApp的黑客組織 有些是唱片公司請黑客 擺放在BTS戶上 其實你說要保育 現在那幾座價值 超過100億的土地 其實是否現在已經有地 在附近的大地產商 那些地產霸權 保育那個填海 說不要填海 都是後面現在 未填海之前的海岸線 那些人是支持的 很明顯 主要最大力支持 有周刊頭版 詳細挪裂出一些關係 其實我也有提過一下 政府本身政府的提案 我們現在很主要地 我們所討論的都是 政府東翼、西翼和中座 即是三座椅 那個計劃 本身是希望保育了 東座和中座 兩座是不會拆的 但另外一座會拆下來 建花園 建一座大約是42萬平方尺的建築 內裡應該會有西業大廈 還有一個購物店 所以那座地當時的估值 大約90億左右 現在不止了 那時就是2010年的9月 即是9月尾 但是其實 你說不是很久 但是大家知道 到最後拍賣出來的價錢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那座地如果說 我們當它很粗略 就是估計三座椅 一座 拍賣出來都已經100億 那座地是值多少錢呢 因為這個問題是涉及到 究竟我們 我們對一些文物的處理方法 如果大家記得 以前在西貢 赤柱不是西貢 是西貢 在赤柱的美利樓 大家拍拖會去到 有東西吃 有德國餐廳 那美利樓其實 曾幾何時是中環海旁的建築物 但是回歸前是逐個磚 逐個磚 逐個磚 儲藏去 差不多擺了十年 這些是什麼年紀的故事 好像我爺爺說過 不是很久之前 九幾年而已 九幾年 八幾年好像拆了 就收藏了 逐個磚 記住哪個號碼 哪個位置 然後擺在倉 到九幾年到回歸之後 大概不知幾年 回歸之後才重整 在赤柱海旁 其實是活化了那個建築物 你想從建築的角度去看 保留著我們有殖民地色彩 好 放在赤柱很漂亮 一個旅遊的地方 今天我們說 在勝富山這一大片的建築物 有一部分可能是值得好像美利樓 我們想這些方法去活化它 其實我還覺得政府總部那幾座東西 我還是覺得好像共產年代 建出來的樓一樣 其實沒有特別 那幾座東西 是不是正正方方的 宋漢先生會怎樣形容那座建築物 我會說真的很功能性 在建築學上 這一派的建築物 那時候就叫做 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就叫做實用主義 很實用主義的 那個年代 建築的所有政府部門的建築物 都是採取這個原則 它的外觀美感 就在於它的排列整齊 對 排列整齊 以及受用主義的意思是 它應用就用 不會有奢華的玻璃幕牆 當時已經有康樂大廈 已經有高樓大廈 它們不會追求很高很大 夠用就可以了 這個原則其實一直在 舊一點的景處 你是會看到有的 但是回歸後 我們經常說 107當時罵大花堂的政府 其實就是沒有了 這種實用主義的精神 就是說 養了豪整 豪華 這個是一種浪費 你看現在的警署 好像酒店大堂那樣 不知道為什麼 被人拉進去 拉了大堂 最適合拍戲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但是反過來 你會不會 例如有很多香港人 現在特別是上不到車 那一族人都說 我們其實是不需要 一個華麗的大堂 亦都不需要一個 很漂亮的會所 其實就是 我想解釁一下一點 公共機構就不應該做 就是你私人機構 你覺得我不可以 你躺下它 不是很實用 它喜歡建什麼就建什麼 沒有辦法 看看市場 但是你政府要建得多豪華 我經常都 即是它本身已經 現在搬到新的那裏 那些地 其實已經很浪費 很浪費 已經很浪費 只是一個政府 一個機構 使用的地方 用得這麼漂亮 這樣的甲級地段 其實是很浪費 但是我想整件事 我想107動力 最慶就是那種 蝗蟲 你現在看到希臘 始終這些債會回來找你的 你沒有可能一輩子在這裡避債 你現在又是 要不就撇掉它 你這麼多年來 在這裡擺盪 在這裡不節省 在這裡蝗蟲 就是有一天回來 你現在急著變賣資產 我不覺得是 一個很想見到的地方 你看美國 美國又要提升 又要提升它可以負債的能力 這些又是那些 即是你知道是 遲早死硬的了 你看看什麼時候爆拖 之後拖 香港我覺得最難得的 所謂的核生價值 做到出來的效果 就是我們最少不負債 不要理會有多少草 起碼不負債 但是如果一有一個 蝗蟲文化一開始 這裏又分一些 那裏又分一些 其實就很容易 就會走去那條路 我想好像 宋岸新管理的公司 負責市場的人 當然是說要多拿些預算 用多些 每個部門都想用多些 人力資源的人 說我要多些人 擴大一些 但是其實如果一個政府 好像 即是一間公司 不是一個政府 你無了期的一種 膨脹擴充 盲目的去保留 一些不應該保留的東西 或者花太多公共資源 去做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其實最終 你不是整體 公司就會倒閉 如果政府 其實也會倒閉 希臘就倒閉 希臘就是 現在上街都是公務員 既得利益者 因為福利真的很厲害 做二十多三十年就退休了 我想整個黃蟲文化 做出來的問題 就是每天在電視新聞上 上演給大家看 但是現在所謂政棍 我想就是 就算是看到這個現實 都要嘗試將大家 推去那個景地的所謂的政客 我們經常說 民主沒有專利 有些政棍 不只騎劫了我們的政府 推行一些這樣的政策 同時其實在騎劫整個民主運動 香港人很多是支持普選 支持民主 但不等於他們會支持福利主義 很難搞 支持我們做希臘的翻版 現在真的好像沒得選 你想稍為不是保皇那些 所以我們107今年就要 發動我們最大的力量 呼籲大家一起 支持民主支持保選 但是不同意香港走向福利 走向這種 一種洗腳不抹腳的 黃蟲文化 就一起跟我們穿橙色衣服 在維園 明天我們兩點就會集合 明白的 即是我們有幾個議題 一個是政治 一個經濟 一個民生 我們投你政治議題 就不等於你 在經濟和民生方面的 所謂騎劫就是這樣 Mandy 就是說 有些政棍是拿了市民 對他的授權 於他繼續爭取民主普選 其實這個是不是 捆綁式銷售 我吃了你的政治 但問題會吃了你的經濟 這些就是政棍 經常在罵地產保育員做事 就是在罵你買樓 又要送寬頻 又說你捆綁銷售 現在就是我支持你民主 你就要捆綁我的福利 最低工資 我終於想到第一個 支持競爭法的理由 這種捆綁銷售 政治捆綁銷售 就難些告白 我們可否分三個議會中 所以就 今年希望大家多個選擇 我們其實這兩天都在報紙上 賣了一些告白 今期107動力都賣得挺誇張 盡力去支持我們 無論有錢就出錢 可以上網站 資助我們 有力的可以一起走 一支隊伍告訴大家 我們沿途的所有政黨 都會見到我們 其實是不同意這種黃蟲文化 無論你反煙稅 反交代稅 反強迫金 反罪低工資 反反發展 你都可以走來我們 這個反政棍行 好像你都出了一系列的新聞稿 是不是 都好像有幾個範疇 說一說有幾大範疇 你有沒有製作到 特別為七一做那些舉牌 做了多少款 有些甚麼議題 你最 我們107向根緊主打幾個議題 明天都會有些舉牌 例如穿低工資 執行後帶來對弱勢的影響 反對加煙稅 令到私煙氾濫 一些政棍是明知有私煙問題 仍然是支持加煙稅 我們就要稅債票償 煙燒白鴿 反對交代稅 要媽媽教兒子 每個人都給了毛錢之後 其實就拿不織布袋 不織布袋 其實是等於六十個交代 用這麼多的數交 這個我們都會繼續反對 還有強迫金這種狗切出糧 現在還要建議由兩萬加到兩萬五 竟然沒有一個政黨有腰骨站出來 反對政府這種強制的掠奪 我們都是覺得大家反對這幾樣東西 都一起介入我們107行 其實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強制金的上限增加 政府都很容易解釋 就是說下限 因為它提升 沒有 現在上限的人 基本上每年多付六千 那六千先代了基金的袋 然後三十年之後去拿 如果還有東西弄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但是它提高一個上限 是不是要經過立法會 一定要經過 所以又是政棍最後就是騎劫 他們迷信就是要透過政府 才可以照顧你 要保母文化 才可以強制到老闆 增多個少少錢 但實際 為什麼八仇買不到樓 沒有首期 就是強制金制到二千年開始實行 每年存幾千元一萬元 兩夫妻年輕夫婦 加起來有幾十萬 強制金 如果要投資的基金 不是太過失敗的話 那幾十萬其實就是 原本正常 以前年輕人用來供樓的首期 或者是做創業 進修 學習投資 早點去進修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強迫金 而令到年輕人回不了身 逼迫你給錢基金經理 是 自己就沒有選擇權 自己不能 幾十年之後 可能拿回一些東西 是 你六十五歲的時候 拿錢去讀MBA 明白 到六十五歲創業 明白明白 好 這一節時間暫時就有了這麼多 好 我們下一節再講其他問題 待會見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什麼理?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地產霸權 好 剛剛兩位 何文傑宋漢新 就很興奮 就是說我強積金 不是興奮 是很亢奮 好 一定繼續給你說強積金 強積金是怎樣 我想 剛才說很多人忽視了 或者沒有議員 竟然沒有議員走出來去插 就是提高的上限 提高的上限是變相 就是跌了入個範圍的人 那些人已經 拿兩萬多元 肯定是說中產 不是說大富大貴的人 他們可能拿些錢 平時用來供樓 可能是去一家四口 他現在再 就是強迫金已經被開了 再提高上限 變相跌下去 每年額外六千元 直入基金的袋裡 然後以後 又是幾十年後 你拿得多少得多少 那種 六千元 政府 今年早 三月的時候 說派六千元 一開始 億基金經理 群情洶湧 他才夠膽 他才死死地收回 現在 那一次性 現在他這樣提升 是每年多六千元 你想像一下 每年 塞六千元 就是逼你 立即被 如果你反對一次性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不反對這個 各個邏策 是一樣的 你反對的 我又不敢 沒有證據底下 去推測為什麼 這麼多政黨政團 都沒有走這件事 去代表市民說話 不過你如果 細心點去看看 這個積金局 就在全港各大傳媒 都長期佔據廣告的版面 和時段 無論你電視 電台 以至一些政黨政團 的地區加連話 這些積金局 這些 一年到晚都做不少功夫 即是PR很厲害 他們的市場都不少 當然 他們做任何事 都是以推廣強積金制度 為一個名 你又好像說不到 教育市民要管理的基金 基金分幾種 我們玩加連話 什麼黨什麼黨 可以主禮一下 不用出錢 多個贊助 一年到晚都發生 即是客觀地 有一年到晚 有這些黨 我們早前都見到 受到積金局的資助 其實我很興趣 就是積金局公佈一下 究竟對政黨政團 一年是資助了多少錢 還有什麼黨資助在哪些活動 又在哪些地方下廣告 下傳媒 早前甚至乎印刷一些書行 走去小學生 故事書 什麼積金小勇士 看電視也有很多歌仔 有卡通片 有這些 糟糕 就是你如果是可有可樂 去贊助打網球 就不關你 不關我的事 現在你積金局用那些所謂的宣傳 廣告開支 其實是我們打工仔的 就是政府拿納稅人的錢 去宣傳一件 打壓納稅人的選擇權 或者打壓納稅人的利益 這件事真的很諷刺 所以你要在香港的傳媒裡 去迫入到 這件事可以爆出來 你面對的阻力是極之艱難 其實你指出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是傳媒都很少針對這件事去說 同樣的情況 同樣在現在機管局宣傳的第三條爆道 同樣的情況 我經常說這些公營機構 可以有一種公共的資源 公共的權力 好像用之不盡 可以讓政府部門更加怒骨 或者用一些手段更加猖狂 這是對公共事務很大的傷害 但香港的政棍很喜歡成立這些機構 他們覺得公營機構很厲害 公營機構很好的 但強迫金回到這個問題 你說政黨政團收到的資助 這是另一回事 而骨子裡的政黨政棍 其實到了強迫金制度 是金之而残 覺得是好事 甚至要再演變成為大鑊飯 大鑊飯是怎樣的 老實說 你在美國讀書 美國也有大鑊飯爆炸 譬如你所謂的社會保障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是出事了 這是老人家知道 多久之前知道 其實都很久之前知道 這是所謂的龐線編局 龐線編局 就是如果那件事本身是虧錢的 而你找後面的人扔錢下去 被前面的人走掉的話 這就是典型的 就是犯法 但是美國最大的龐線編局 其實是政府去行動 而是社會保障 但是現在到這次 這個炸彈沒有人敢再碰 很明顯 其實如果有機會再回去 回到過去的話 其實是希望市港倒樓 就是不要埋著炸彈被自己踩 現在香港的慶幸 就是沒有埋著炸彈 就是以前那麼多年來 但是那些政棍就在推你過去 現在我們一步步就想 其實最難明是這些政策 就是你直接有個人 人板在你面前示範 30年前就去 現在這樣 就是200年立 或者叫你說 當初我不是摸摸 我現在就不去這樣的樣子 那種 都是可以口顏無恥去推 那一下才神奇 我扮那些政棍上身就是這樣 他們說賺錢的 不是 我們有了那麼多國家失敗的經驗 我們香港人那麼聰明 一定可以讓他們做得更加好的 蘇德先生 你太多慮了 我們打工仔 一定要為他們打工仔基層的退休生活打算 你不會一直幫支管家想的 他最典型就是 立即避開問題 怎樣可以一個龐氏騙局又不爆呢 即你在龐氏騙局 你多聰明 玩龐氏騙局 我怕越聰明的人 玩到越大才爆 你包裝得漂亮 其實老實說 我政棍提倡的事情 共通點就是 其實港是很難反對的 何文義想不想退休有保障 你想不想香港沒有最低的工資的公眾 你想不想香港什麼什麼滅貧 就是你這些目標是一個 是人都知道 是女人 即是公平競爭一定是好事 如果做得到 問題是他們往往用那些 非常之 always naive always simple的方法 去嘗試做這件事 而一次又一次 國際已經證明了是不可行的 都要去銷售 即是那一刻 我覺得這個是 即是反正棍的最大原因 就是他們本身 即是在每一個議題都可以 會帶大家去走這條 這樣的蝗蟲之路 即是我覺得香港人要醒覺 即是不要給這種福利主義 這種左翼思想去殘害 其實每個人說 姜汶是很辛苦去打工 但你也是要去作出這樣的干擾 即是想想想 所有香港現在有的 政府有的 即是所有都是打工仔 被納稅人辛苦去給出來 即是現在一剎那 想走去另外的蝗蟲之路 就走去拚 其實很快就拿了 即是一開頭 其實已經有一種風氣了 基本上 其實我想六千元的派錢 那是其中一個很明顯 很關鍵的 即是到時 我想將來看回來 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 一個 event 可以說是一個事件 就是蝗蟲之路 即是連政府都走出來派 政府走出來派 就是被人騎劫了 所以我們廣告的標語 就是 政棍不代表我 但是搞到我 即是 所謂搞到我 就是香港人 原本就是 你不要搞到我 我賺錢而已 現在政棍了倡議的事情 不只是 不是代表你的意願 而是會影響你和你的子女的生活 是 譬如最低工資的那樣東西 其實可能未有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出了不夠久 有很大型的數據 或者調查去看看 那個壞的影響 其實數據都好像很漂亮 因為 職位空氣甚至多了 但當然 大家都知道 在最低工資之下 很多 例如 很清潔的人 都可以去做保安 反正大家 做有28 不做有28 即是 你當然是找份忙 辛苦的去做 我想最低工資 那個和害 可能是要有一段的時間 才可以觀察到出來 或者那個數據 但其實 你身邊的事情 我想議員就最清楚 身邊 每一天你會聽到不同的故事 你知道接觸 這個人又沒有了份工 那個人又 又這樣 那個和害走出來 但又是漠視 甚至 推行 支持的政棍 當然是會漠視 甚至傳媒 其實也不是怎麼看的 所以就是 你想想很多傳媒之前 都支持 傳媒之前 前線 那些高層 就已經是 上了案 但是 前線 可能跟政棍的思維 有些 相通 但是 很容易 就是 你做生意 你怎樣 花錢也好 就算你富二代 拜了老爸 身家都是你的事 現在我們在說的 香港政治就是 你有一群 敗家的人 但是敗的是 所有香港人的 寶貴財富 我們下一代的人 的機會 你剝削他的機會 為何八十元沒有希望 就是你二千年開始的 強積金 令到他們 為何會搞極 我進修又要借一大筆錢 買樓我又兩夫妻都合不到 買手機 你那幾十萬元死去做甚麼 還有好像公屋 我個人都不喜歡公屋 你說 過去我們不斷在不同的地方 開拓新市鎮 是嗎 天蘇維東涌 我不覺得他溫得好 將來我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比較近市區 而未被發展 新市鎮相對來說 是溫得比較好些 但你看著天蘇維 和看著東涌 你自己看看 其實這些 是否當初 我們自己種下來的 一些貿易 我們經常說 私事生學會也好 107動力也好 被批評 你不關顧弱勢 右派自由主義 我們不是說甚麼 書生理論那些 而是很實際 弱勢的人我們當然要幫 但幫的方法一定要對 如果不是你會好心做壞事 你害了他 你幫不到想幫的人 你就害了另一群更加需要幫的人 你在天蘇維不斷建公屋 把所有人都搬進去 就是問題所在 為什麼我們私事生學會 經常說租金卷 政府想都不想 談都不談 沒有一個政黨會出來 做一個詳細研究 就是因為 是不是公屋 一個很穩定的票員 票倉 方便他們做組織工作 永遠的人都會住在這裏 而不會有租金券的流動 令到基層可以選擇自己住的地區 住近外母可以幫忙照顧小孩 為什麼 為什麼坐車 一定要50元一天來回 要去做這件事 只是說 你如果真的拿房屋去解決問題 你想想你搞公屋搞居屋那些 搞幾年才有個效果 通常到剛剛好過了氣 最不應該出的時候就會出 租金券 就算你官僚多頓 都一定是快很多的事情 也都是真正可以解決延離之急 我會覺得這個值得考慮 但是現在完全是沒有這種 直接不當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 這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我們泰國未必是傳媒的報導的手法 當然覺得是要幫助弱勢的 好像最近對劏房那種描述 其實是叫做著色了 太感性化 劏房很小 但是你當時想想 有人願意要選擇住在這麼狹窄的地方 一定有它的原因 你說它的赤價比豪宅 那是赤價比豪宅 它同樣的租金可以在粉嶺租一間村屋 大很多 都可能是三千元就租到了 在蔡元村旁 為什麼它仍然選擇租劏房呢 就是可能因為那個地區可以方便到它上班 或者可能方便到它做個十二小時 然後一刻我又做兩份工 又或者可以方便到它的子女 在一些好一點的學校讀書 總是有每個人 最懂得做判斷是它自己 現在政府被證棍騎劫了 在說的是 你個人不會做決定的 所有事情都是我們幫你去決定 我們去保護你 你想改善生活 就來我那裏 做我的追隨者 我就會幫你改變生活 做的 最低 起碼又會有差不多工資 遲些又不會有太多工時 然後臨老一定有保障 退休保障 這些全部都是很多諾言 很多承諾 其實數字是加不上的 好像是那些花花公使 還是扯皮跳 探人落火坑 很好玩的 短期之內其實你不覺得 好像很爽 任你擺 還有你借開 沒有回頭還 都洗帶了 遲些才來 這個很危險 就好像強迫金也是一個例子 但是明明大家都見到問題所在 行政費過高 你投資回報低 拆死了80項的錢 這些是路人皆見的 但是因為這個制度 走下去 已經由資深做一班官僚 一間借金局 一班投資銀行 這班人又會去維護這個制度 用它的方法 無論正路也好 還手也好 這個明明是不公義的制度 因為這些力量又繼續延續下去 這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現在所提倡的 譬如最低公司 其實是很難拔走的 你走了 基本上要去到希臘 才開始用一下腦 想一下我們是否真的要去繼續下去 最低公司 如果下一次真的逼到民怨爆 譬如沙士那類的經濟低潮 譬如美國破產 金融核爆 然後你就會見到市面蕭條 然後有人出來說 為何我不可以收少些錢給我工作 那時沙士記不記得 有些酒樓的樓面說 不收錢 幫老闆 你捱 不要執行 我們不收錢 為何會否有個希望 是的 我希望捱三個月 過了沙士 我們酒樓不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時真是讚人熱淚 是過了難關 但日後再有經濟低潮 那班員工和老闆都是犯法 他不可以說我收少28元去捱過這個難關 到時候我不知道政府和那班政棍如何面對這些慘況 好 無論如何 今晚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不過我們也很關注我們的訊息 也很明白到107動力 何敏傑 你為何這麼反正棍 以及探討了它是甚麼問題 也希望 有些人可以聽得到 也會去想一想 那今晚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各位 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 謝謝